大家好 说起中国的航母 往往都是近几年的事 但是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 民国的时候 中国也曾有过航母 这种时髦的兵器 咱今儿就来聊聊这个事 首先说 民国时候的航母 性能和外形跟今天的航母 都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就是水上飞机航母 水上飞机的出现 可以讲是改变了 人类海战的形式 比如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中国唯一有一战痕迹 打过仗的就是青岛 因为青岛当时是德国殖民地 然后日本跟英国联合起来 去攻占青岛 英国出了1600多人 然后日本出了一个师团 然后去对付在青岛的 5000多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守军 实力是碾压性的 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条顿民族 那是响当当的战斗民族 所以奋起反抗 打的也是有声有色 当然最后是以投降告终了 在这个战斗的过程当中 日本就出动了水上飞机航母 它的水上飞机就参战了 航母上起飞了水上飞机去参战 当然那个参战 其实你看那会儿的水上飞机也不能投弹 也没带机枪什么都没有 就是飞机起来 可能主要是起侦察作用 结果德国也有两架水上飞机 德国的飞行员很牛逼 驾驶飞机起飞跟日本飞行员缠斗 就来回来飞绕绕 把日本飞行员都飞晕了 最后他拿手枪击落了一下 故意就把飞行员打死了 因为那会儿的飞机坐舱也都是敞开的 击落一下 后来飞行员肖特中尉 还带着司令官的儿子和所有的机密文件跑 就在青岛沦陷之前 被日本人攻占阵地跑 飞到连云港那边 飞机坠毁 然后他们徒步去上海 然后最后怎么还绕印度什么好望角 那么着回到了德国 回到了非常的惊险 非常惊险回到德国 所以这是等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海空协同作战 然后1915年的加利波利战役就是丘吉尔意向天开 派人在土耳其登陆那个战役 英国的水上飞机也击沉过土耳其的运输舰 那在当时的话军舰被飞机击沉那么点个小家伙击沉这么大个大东西 那真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你包括1916年 日德兰大海战的时候 双方都有水上飞机母舰参战 因此水上飞机和水上飞机的航母 就在当时是一种可以讲就跟黑科技似的 非常热门 咱们中国大家都知道 甲午海战曾经世界第六或者第九亚洲第一的强大舰队不复存在 虽然新政的时候朝廷又开始波兹 又建立海军 但是很快辛亥革命爆发 清帝逊位 民国政府袁世凯死后连年混战 所以海军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得到什么发展 但是也不是不想发展 雄心勃勃提出了发展计划 可是民国政府觉得这战略舰太贵了 而且制造周期又非常长 咱们的技术也不掌握 巡洋舰也不掌握 驱逐舰还可以买一买 鱼雷艇这套可以有 所以就觉得既然飞机都能炸陈军舰 我们干嘛要造军舰 直接造水上飞机航母不够完了吗 这玩意性价比都多高 于是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 中国就出现了海军航空兵 海军航空部队 谁拍板成立的呢 说起此人赫赫有名 张作霖张宇帅 那么张作霖之所以这么想 他更多的是考虑他个人安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 张作霖失败 坐火车逃回山海关外 结果他的火车被民国中央海军炮击 张作霖是痛定思痛 于是派自己手下的大将沈弘烈 组舰海军 也就是东北海军 这个东北海军它规模的不大 几十艘舰艇 主要是艇 世界范围内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但是在国内是横着走的 东北海军初创的时候 你要想跟民国中央海军抗衡 民国中央海军当年清朝买的那几艘4000多吨的大舰 那几艘海字号还都在 海天什么这都在 所以你只能另辟蹊径 沈弘烈就想到了水上飞机母舰 不过他面临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 什么呢 他买不着船 早在一战之后 因为看到中国国内内战平衡 各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 在中国不受损 所以美国牵头各大列强集体签字 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 避免国内内战升级 所以为什么那伯克枪在中国大行其大 为什么外国人用不着这 外国人步枪冲锋枪机枪 火力迫击炮 火力很完备 他用不着这种冲锋手枪 而咱们中国因为打内战 外国对我们进行武器禁运 可是手枪不禁运 手枪属于防卫性的兵器 于是列强钻这个空子 中国也钻这个空子 各个洋行纷纷的使出浑身解数 大约就50万把这个毛色手枪就流入中国 那枪可以 你走走走 走这个这种空子 这航母不行 所以沈弘烈呢 就只能在民船上响折 23年买了一艘商船 做了一番改装 除了加装火炮之外呢 就是扩建甲板 用来停放三架法国的水上飞机 当然了这些飞机也不是从正规渠道来的 从黑市上买的 张作霖呢 亲自命名这艘船叫镇海号 成为民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 其实呢 这个要跟西方相比啊 这镇海的性能根本就不够看 什么都镇不住 镇井差不多 排水量只有2000多吨 航速只有12节 比帆船是快 比定远镇远还慢 而且呢 这个舰上也没有装这个飞机弹射器 起飞之前要用大型起重机 把飞机呢 调到海面上 然后在海面上呢 起飞 整个过程啊 是费时费力 不过呢 就这样 那这玩意儿在中国打内战 是足够看的了 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 很快呢 席卷半个中国 沈红列率领舰队南下 跟国军对抗 镇海号上的飞机呢 多次起飞 轰炸上海的无松口要塞 并且呢 炸了江南造船厂 虽说战果可以忽略不计 是吧 但是给国军后方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因为人们第一次发现在遥远的海上 还有飞机能飞过来轰炸 而且在轰炸的途中 镇海号呢 还用水上飞机逼迫一艘运输船投降 缴获了几千套军服 几天之后呢 镇海号又一次派飞机来轰炸 奈何天宫不作美 大物弥漫 所以镇海号呢 只能无功而返 但是镇海来的消息是在上海各大报纸头条 这个挂了整整三天 可见这个人们对他恐慌到了什么程度 镇海号呢 这几次攻击行动啊 虽然是同时操戈的内战 但是呢 却是迄今为止 中国唯一的海上航空作战行动 缴获的这几千套军服 也是中国航母到现在为止 取得的唯一的战果 这个1928年呢 中央海军也决定要发展自己的这个水上飞机母舰 把两艘客船改成了水上飞机母舰 并且呢 命名为威胜号 德胜号 搭载1918年马尾造船厂 生产的水上飞机 由于这两艘军舰最初呢 都是长江客轮 上层建筑很高 甲板很低 一出海啊 就很容易被吹翻 所以这两艘船呢 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江上航母 按照中央海军的设想 平时呢 停泊在长江或者黄浦江 一旦东北海军的飞机来了 就立刻放出水上飞机迎敌 不过这个两艰还在改造的时候呢 东北意志 降下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升起了这个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表面上的中国统一了 所以两艰改造好了之后 没事干 只有1929年威胜号执行过任务 就是把先总统孙中山的灵鹫从北平呢 运到南京啊 然后这个灵鹫呢 在浦口下火车要坐船渡江 因为威胜的船体呢 够大 看着气派就接下了这个 把先总统的灵鹫运过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长江的这个任务 到了30年代呢 随着技术的发展 水上飞机母舰已经发展成 带有全通式甲板的这个航空母舰 相比之下 水上飞机母舰就非常落后了 新式的航空母舰啊 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更高了 不再是原来水上飞机母舰那种廉价的兵器 这个时代民国政府 虽然有心发展海军航空力量 但是越来越难以企及这个航母的门槛 海军总长陈绍冠啊 倒是提起过建造航母的计划 但当时民国政府处处都缺钱 加上日本虎视眈眈 有限的军费都得划拨到陆军 炮都没有 枪都不够 是吧 一个师几门迫击炮 就您这还建航母呢 空军只有300多架双翅板飞机 是吧 所以这个钱都得投到陆军空军 这种相对投入少舰效快的兵种 海军的军费不到国防经费的5% 军舰连日常维护都不够 用的都是清朝的军舰 祖父级的军舰 就跟今天俄罗斯黑海舰队似的 是吧 你更甭说你造这个航母了 这根本就不现实 所以 抗战一爆发 咱们前面提到的那几艘军舰 面对日本海军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拿来自沉 阻塞这个航道 原来的这个水上飞机和武器交给空军处理 海军航空兵呢 也就成了空军飞行员参加抗战 不过这个值得一提的是 43年为了支援盟国作战 国民政府从海军中挑了几十名军官 到英美海军受训 其中呢 就有飞行员在英国航母上练起舰 这也是中国飞行员第一次在真正的航空母舰上起飞了 二战结束之后 陈绍宽又一次提起造舰计划 把中国呢 分成四个战区 上来就狮子大开口 要二十艘航空母舰 在当时世界上除了美国 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养得起这么多航母 所以陈绍宽的想法啊 也无异于是天方夜谭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 这个规划呢 远景都谈不上了 那都是未来景 这地球毁灭之前的景 但是呢 多给蒋介石啊 提一提 让领袖知道海军心心挂念的航母 而且呢 我漫天要价 您着地还钱 我狮子口大开 是吧 这样的话呢 我要二十艘 你批个一两艘 你觉得砍掉百分之九十 我就要两艘 你全给砍了 所以他就这么说啊 我要二十艘 是吧 我能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如果说啊 就那个时候蒋介石真批准了造航母 说实在的 根本也发挥不出多大作用 为什么呢 你看直到现在为止 就是陈绍宽啊 这个各种这个历史资料的记录里 陈绍宽只是提出过我要航母 我要我要我要 我全要 但是你拿这航母干什么 就他没有提出要改变海军的战略 从宏观层面上对海军进行改革 这一顿都没提出来 你拿他干嘛 拿他玩吗 是吧 摆家嘛 说起来陈绍宽的这种心态啊 和现在的大部分军迷比较像 也跟那个比如第一次战略的时候最有名的业余军事爱好者 威廉二世比较像 你有我就得有 是吧 其实说白了就是钻牛角尖 是吧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但你有了之后你要怎么用 没想过 根本就没想过 其实这航母就是一个象征 它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作战思路 海军体系 海权论 光有一两件先进的武器 没有先进的战略战术思想做支撑 你造再多的航母也得趴窝 那这种案例咱们可以参考俄罗斯海军呢 有航母啊 是吧 曾经用过五艘航母呢 现在两艘在中国落户 卖票参观 一艘长年趴窝 已经趴窝四年了 就是一出门能听见声 能看见烟的 趴窝四年 还有两艘都不知道哪去了 是吧 欧洲啊 没有哪个国家因为有俄罗斯有航母 而恐惧它 因为它没有先进的理念 你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造出来航母 也就是一个昂贵的 没什么用的花瓶 好了 关于民国时期的航空母舰呢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